第七百七十八章 你到底想怎么样 韩婉林很想现在就扣电话 可她还不清楚 她打这通电话的用意 而且 这通电话从她接起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成了她的把柄和危险 卖国的罪名 足够让韩家一家的人 死一千次都不够 她怕她现在挂了电话 这个死丫头还会有后招 芸汐挑挑眉 轻笑了声 不想怎么样 下次要对付我 直接点 别使阴招 不等韩婉林开口 芸汐直接扣了电话 抬手把手机交给沐飞池 剩下的不给我管了 你找人送我回岸上吧 蒋大少那边估计等急了 她知道你在哪里 沐飞池应了声 把手机交给下属 面色深沉地拉着她上了船艇 芸汐站在甲板上 看着从直升飞机上面下来的特战队队员 快速迅猛地把船上的其他人的尸体处理好 接应的几艘快艇也随之过来 把鳄鱼转移给嫉妒部门和公安部门 今天的事 我不希望再有下次 沉冷的声音从芸汐身后传来 芸汐顿时一僵 刚转过身 身后的男人竖的伸手 撑在栏杆上 霸道地把她禁锢在栏杆和她的怀抱中 一高一矮 在别人看来最萌的身高差里 暧昧的气息随着咸咸的海风肆虐 少帅 你指的是哪件 后背抵在栏杆上 芸汐微微仰头 倔强地仰视着眼前 巨傲而尊贵的男人 承受男人的气场 尤其是像他这样 常年在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的军人 他身上 总有种让人发怵的不怒自危 尤其是 当他认真地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的脑子里根本不敢想别的事情 即便只是训斥 也只能乖乖地听着 他身上 总有这样的气势和魅力 让人着迷的同时 根本无力抵抗 穆飞驰亲过身压下头 一副要闻上他的模样 近距离的对视 让芸汐倍感压力 这是一种不在同一段位的对质 注定了 他就不是他的对手 他突然松了一只手 不松不紧地 掐在他的下二上 幽沉的眸 隐约擒着几分严厉 宝贝 有些话 我只说一遍 我穆飞驰的女人 不需要去担忧啊 芸汐眨了眨眼 话是听进去了 可总还是有突发情况 听到没有 见他一副不为所动的模样 他忍不住加重的 手上的力道 听到了 芸汐眨了眨眼 很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反正到时候都是 降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 就算是先斩后揍 他也不怕 穆飞驰看着他 那副绝强的模样 微微叹了口气 宝贝 人之所以有软肋 不是因为输不起 而是一旦认输 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我可以为了别的东西妥协 只有你是例外 她是她的不能妥协 妥协意味着认输 她已经承受不起 失去她的后果 嗯 我知道了 她难得这么认真跟她说话 她听进去了 心口上却是一阵阵 酸涩的疼 她是她的输不起 那她呢 是不是也是她的输不起 我送你去蒋其林的别墅 看着你治病 再送你回家 为什么要看着我治病 她猛低抬起头 抓住了鳄鱼 她难道不是应该 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吗 老子不累 你碰别的男人 蒋其林在我眼里 就是病人 那也是男人 是的 不说这种孩子